得知天暗星就是李星云 众人适合反应 在不良人动画第三集中 天暗星终于揭开了自己的真面目 原来他就是李星云 复活后的李星云不仅换了心脏 整个人的样貌和声音也发生了变化 并且平时出场的时候 天暗星都是戴着面具 所以知道他身份的人可以说屈指可数 在得知天暗星就是李星云的时候 大家都是什么反应吗 首先最先得知天暗星身份的人 应该就是天葬星了 当初师祖祥臣登场 用自己的手段救下李星云 天葬星是在场的 后来李星云在结识耶律摇光后 坐在地上压制心脏 天葬星也在旁边 他对李星云扮演天暗星这件事 表现得相当平静 并没有展现出太大的兴趣 或许天葬星本身就擅长翼龙鼠 所以对于李星云这种转变身份和样貌 也习以为常了 静星魔是一个相当忠诚的人 他在得知天暗星就是李星云后 其实内心应该是比较担忧的 他害怕李星云的身份 被姬如雪识破 所以当姬如雪提出 要为不良率天暗星把脉的时候 静星魔感觉明显紧张了起来 他心中有着深深的担忧 害怕姬如雪看出天暗星的真实身份 姬如雪自从第一眼看到天暗星 其实就在怀疑他了 在银帐中的时候 姬如雪甚至直接闯入银中 目的就是为了验证自己心中的疑问 后来走出银帐 姬如雪说 你很像一个人 此时天暗星还劝说姬如雪不要乱想 这个时候 姬如雪其实已经看出 天暗星就是李星云了 只不过他并没有揭穿天暗星的真实身份 因为在姬如雪看来 李星云和张子凡一样 他们都是自以为是 先斩后奏的人 当然姬如雪也清楚 李星云用天暗星隐藏身份 能够更好的行动 借助不良人对付李四元 姬如雪知道天暗星在说谎 但是并不揭穿他 因为一旦揭穿 李星云必将遭来李四元的再度追杀 而且即便与李星云相认 那么姬如雪必将成为李星云的软肋 所以目前的形势 姬如雪还是不能揭穿天暗星的身份